大家好,我是Mr.Amand 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C 2017 Mathematics Core of People1, Session B, Question 17 請問你的訊息 如果你是新知的話,麻煩你Post Write Me 如果你是舊語的話,應該清楚訊息 下一頁 好,就會講Probability 簡單一點,Probability其實就是一個份數 就是所需事件就是多少 Over Total Event,就是Sample Space 就是所有事件 另外,我們會牽涉到NPR和NCR 你可以Post Write Me看看 NCR和NPR其實只差什麼呢? 就是只差RFact 所以你會看到 比如說什麼叫做5P2 5P2就是5乘4 9P4就是有4粒數字 第1粒就是9,9876 5C2和9C4 都是再除2Fact和4Fact 一提到Probability,我們都會想 它是否一個互戚事件 就是Multually Exclusive Events 以及它是否一個獨立事件 就是Independent Events 如果是的話,計算的話 它們是互戚事件的話 所有角力加起來就完成了 如果它們是獨立事件的話 兩個角力成為又完成了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不是呢? 比如說AB可以同時間出現的話 就出現了 A or B 等於Probability A加Probability B 再減以Probability A和B 如果它們是依賴事件的話 或者是相關事件的話 它的Probability就會成為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我們看看第17條如何計算 第17條說 有4支的6筆 7支的藍筆 和8支的黑筆 在題目裡面 它在這集筆裡 隨便抽5支出來 就要抽中4支6筆的概率 首先我們就想 如果我們隨便抽中5支筆 而我們要看看 到底它關不關6筆 那Mr.So為什麼我們只看6筆 因為在題目那裡說 Part A、Part B和Part C 都是關於6筆的故事 或者的事件 好了 那我們就想 抽中6筆有什麼可能呢 一是0支6筆 5支非綠色筆 1支6筆 4支非綠色筆 2支6筆 3支非綠色筆 3支6筆和2支非綠色筆 最後一個可能性 就是4支6筆 和1支非綠色筆 5支6筆 不可能 因為全程所有的6筆 只有4支 好了 我們列了整件故事 可以發生到的事件出來 我們這個就是組一個 sample space 方便我們去計算 看看吧 抽 exactly 4支6筆 我們就想 很簡單 就會是4支6筆 抽完4支 另一個彩詞就是 以7支藍8支黑組成的15支非綠色筆 我們只需要15抽就可以了 由於我們兩個彩詞同時間抽 即是過關 我們一定要成的 分寶更簡單 因為你19支抽5支 所以就是19支5 OK 有些人說 喂 洗鬼計算4支4 4支4 每個人都知道是1 那就會15支1 都可以的 總之你算到的答案就是 5over 3876 那就完成了 好 17B 和17A 基本上很相似 只不過 再不是 抽4支6筆 只是抽3支6筆 抽3支6筆 就是分開兩個彩詞 就是綠色筆的彩詞 和非綠色筆的彩詞 綠色筆的彩詞 就會是4支3 在4支筆裏抽3支 而15支非綠筆裏 只需要抽中2支就可以了 分寶一樣 故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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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19抽25 所以就是19支5 計算出來就是 35 over 969 OK 到了Part C Part C裡面就是 要找個 概率就是抽不過 多不過2支的綠色筆 到底有哪些情況為多不過2支綠色筆呢 就會是0支綠色筆 1支綠色筆 和2支綠色筆 OK 2支多不過2支的 如果你有5元 你的朋友有5元 你到底多不多過你朋友呢 不會的 因為打和不等於多個 對不對 那怎樣計算才夠快呢 大家要留意 咦 3支綠色筆就是 Part B的答案 4支綠色筆就是 Part A的答案 原來呢 反正它 頭答尾都是只有5個Case的 我們要計算到頭3個Case 即是0支綠色筆 1支綠色筆 2支綠色筆 加起來 3個Case都是多不過2支綠色筆 我只需要把所有角率 減走了另外 另外4支綠色筆 和3支綠色筆 這樣就完成了 很快就會計算到 3,731 over 3,876 OK 這條數又說完成了 那看看Method 2 Method 2 最主要就是看 Part C的部分 那我都說了 其實這個 Not More Than 2支 不多過2支綠色筆 其實由3支Case組成的 三條路都可以 殊途同歸都是 達至到 Not More Than 2G OK 那會是0支綠色筆 1支綠色筆 和2支綠色筆 好 那我都計算給大家看了 行不行 那沒什麼問題 之前如果大家 Part A Part B都熟了 的話 Part C我不慢慢細講了 結果你試試按一下 都是可以計算 3,731 over 3,876 那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如果能夠想到 Sample Space的好處 計算概率 好 那我多謝大家了 白頭公女說 多年 在看看2016年發生什麼事 2016年就是 玩一些概率 就是排隊的 就是不能夠站在一起 那種方法 OK 那你有興趣 回去看看 2011年的Paper 1 Session B 第15條 至於2015年的Paper 2 會發生什麼事 亦都是玩一些 一個排隊的 不過那次 連概率都不用計 只是計算所謂的 Permutation 即是計算P 好 接著再看2015年 Paper 1 Session B 第16條 以為那個跟我們剛剛計算的 比較相似 不過當年 就是計算 At least 那個Case的問題 值得大家去參考 當年也有Effert 2 就是Direct Count 以及Combinimentary Event 好 當年也有提及獨立事件問題 因為用獨立事件也有計算 不過今天我們就沒有再計算 有興趣 如果玩獨立事件 你可以去2015年的Paper 1 Session B 第16條 玩玩的 好 多謝大家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好的 麻煩你幫我分享出去吧 我只能夠教你 少少的知識神卻 教你生命 有緣的我們留下 是第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 拜拜